清明时节 华人地区有扫墓祭祖习俗 在台湾新北市石定区碧山村的居民 扫墓却必须搭船横渡翡翠水库 爬山涉水进入管制区内 才能上香祭祖 不过能看到一般人欣赏不到的沿途风光 也算是一种特别的回馈 手上提着大包小包准备搭船的居民 可不是要去旅游 而是带着慎重追缘的心 将横渡翡翠水库扫墓去 三十多年前为了提供大台北地区饮用水 新建了翡翠水库 而上游北市溪中段的碧山村 就此沉入水中 村民也被迫迁存 但祖坟在水源区内 翡翠水库管理局每年清明节 都得派出接驳船安排居民祭祖 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是在三日里面 每天上学要走一个个小时的路程 还要搭船 才可以到对面读书 那现在已经翡翠水库脏起来 所以我们都圈村到外面 那每年只有4月5号这一天 清明扫墓才可以有 这个翡翠水库的管理局 这么好的服务派船 让我们再回去我们的祖先祖坟扫墓 除了背着大包小包的贡品 居民们还得手持镰刀 清理出一条同向墓地的道路 有时还得凭着记忆巡路 为了保护台北市民的饮用水质量 管理局一般禁止向公众开放大骂河水库 只有在每年扫墓期间 才破例提供前村民搭船的服务 即使村庄已经消失 湖水却挡不住村民们 饮水撕源的行动力 还因此引来外媒报导 让这项传统厚德之美更加脆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